好來我們繼續 來看一下什麼叫做這個 迴旋加速器 這個Cyclotron 好 這是一張示意圖 那這張圖呢 這個投影有點不清楚 把它畫清楚一點 這個 這裡 有兩條 好這是一個勾 然後呢 左邊跟右邊 好 那這是一個就是迴旋加速器的 原來的形狀 圓形 那假設你把它畫成 插一插 假設你把它畫成立體的話 大概像這樣子 然後 另外一邊呢 這樣子 好 另外一邊呢 好 那畫的不是很正 然後呢 現在這個磁場呢 應該它是這個吧 所以是朝上的 所以磁場應該是這樣子 我再加一個磁場 朝上 畫成立體的 磁場朝上 磁場朝上 好 因為 那個是箭頭吧 對不對 箭頭長這樣子嘛 對不對 這是箭頭 好 箭頭長成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這邊看起來是叉叉 這邊看起來是一個圓 一個中間一個點 好 那迴旋加速器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迴旋加速器呢 我們把它 加了一個什麼東西呢 這邊 兩邊的牆壁 我們接了一個東西 叫做震盪器 震盪器 什麼東西在震盪呢 我們的電場在震盪 電場 的震盪器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這東西是什麼樣子呢 假設我已經有一個東西 機構長成這個樣子 然後呢 我中間 在這個中間 中間有個架設 中間有個架設 那我可以往 旁邊 發出了一個電子 這樣打出來 紫紫 一個紫紫 從這邊打出來 這個紫紫 這個可能是 叫做什麼 紫紫槍好了 這是紫槍 這是紫槍 好 那這樣子呢 我們從上面看下去 就是課本這張圖 那左邊跟右邊 這個東西呢 我們就叫D核 D11 就念D嘛對不對 D核 D box 好 那這個D核呢 D型的這個東西呢 它就是 像這樣子 然後呢 最主要呢 我們要提供它 這個電廠這樣子 好 那這個東西怎麼用呢 我們來看 今天呢 你想想看 假設我今天 從這裡頭呢 一個紫紫 從這邊打出來 那我打出來的方向是這樣子 我朝 我磁場的方向是朝外 我飛行的方向是往這樣子 所以我就往內受力對不對 那往內受力的時候呢 因為我是往前飛嘛 我就會這樣偏轉 做圓周運動 然後呢 從這邊呢 就被偏偏偏偏到这边来 当我偏偏偏到这边来的时候 你想想看假设我左边跟右边 你看我如果飞过来这样偏偏到这边的时候 当我左边跟右边有电压差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想想看 假设这个叫做正这个叫做负 从左边跨过来右边的时候 我就得到了能量 得到多少能量 每一次的跨越 它绕圈圈磁场不给它能量 可是每一次跨越就是QΔV 对不对 得到的能量 假设左边 这两边的能量差叫ΔV 对不对 我只要绕圈圈 因为偏磁场偏偏 跨过它就得到一个能量 就ΔV 那得到能量之后 速度更快 速度更快 可是我瘦到磁场一样 我继续偏着往这边走 所以其实这样画得不好 每一次的半圆应该是等半径的 这样绕圈圈就绕过来到这边 绕到这边的时候 这时候呢 比方就刚开始的时候 这边是正这边是负 所以我直指到这边的时候 如果又回去的话 如果还是维持正负这样子的话 我直指回去 我能量又损失了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 所以当我直指到这边的时候呢 我想要做一件事情是怎么样 希望这个正负呢 改成怎么样 变成是这样的正负 对不对 所以我直指到这边的时候呢 我跨过去的时候 又可以再得到一次QΔV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为什么这叫正负 因为当直指在这边的时候 希望是这边是正负 当直指在这边的时候呢 希望是这边正这边负 对不对 所以每日每日每块月的时候 我就正负正负正负 要怎么样 交换 那这样的交换 就可以让 就是一个什么正负 对不对 所以我的正负呢 这个正负气 它的时迈 就是时间 对不对 这是电压值 所以这边是正V 这边是负V 对不对 所以它应该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所以时间变化应该长成这样子嘛 对吧 有时候正有时候负 有时候正有时候负 对不对 所以我只要回旋一半 跨过去就得到一个QΔV 再回旋一半 再跨过去 又得到一次QΔV 对不对 所以我的总V 总ETOTAL 得到能量 会是多少 会是我N次嘛 对不对 这样绕N次 然后QΔV嘛 对不对 所以我速度就会怎么样 越来越快嘛 每经过了这个中间 D核的这个中间的这个间隙 就被加速一次 就被增加能量一次 对不对 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所以这叫做回旋加速器 回旋加速器 那磁场呢 磁场对它来说 其实只是帮助它转弯而已 那问题是 你怎么知道这个频率要多少 你怎么知道这个频率要多少 这个频率我们定义叫做FOSC Ocelate 就所谓振荡频率 振荡频率 那这个频率要怎么算 你怎么知道多少 什么时间要让它交换 怎么算 我们刚刚有讲过 我们的频率是什么 频率2πm3QB 对不对 有没有 有没有印象 我说它只跟什么有关 磁场的大小有关 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定义了磁场大小 其他值带进去算 你就知道你需要多少的频率 所以如果我的当我的频 这个 这个 这个震荡器的频率等于 刚好我们刚计算的 这个FOSC的时候 就表示我今天这回旋加速器 处在一个什么状况 Resonance Condition Resonance就是我们的什么 Resonance就是什么 共振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就是说我刚好转到这边 我帮你加速 转到这边又加速 转到这边又加速 对不对 如果频率不对 我可能转到这边的时候 反而是减速 对不对 所以我适当的这个 适当的调整 这个Ocelate 让它可以这样一直加速 那这样的对的频率 就会形成Resonance Condition 好 ok 那当你是Resonance Condition的时候呢 你转转转转 转到最后呢 你的半径会越来越大嘛 对不对 因为半径跟什么 速度有关嘛 MV3QB嘛 对不对 速度越大 半径又越大 所以最后越转越大 越转大 最后到最外面的时候呢 我们到这边的时候呢 就没有在磁场 它就可以射出去 所以就得到一个 加速很大的一个例子 好 好 所以呢 来 把这个擦掉 好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 这个东西来加速例子 那传统的这种Cyclotron Cyclotron 就是这个 回弦加速器 那我们喜欢用什么呢 我们喜欢这里头 这里没有特别写 我们通常会用这个 子子来做这件事情 那它的这个轨迹 它的轨迹 子子 用子子来做 那子子是什么 你怎么取得子子 哪里可以取得一个单一颗子子 怎么做 什么东西是一颗子子 知道吗 轻原子核 对不对 轻原子核就是一个子子 对不对 怎么做出轻原子核呢 怎么做出子子 就把氢气 对不对 把氢气 造子外光 为什么要造子外光 因为我们要得到子子 什么叫子子 就把它电子给游离掉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给它子外光 或是X光 把电子全部游离到无穷远处 对不对 我就可以得到子子了 就可以得到子子 所以一般来说用子子 然后用子子 然后呢 进入这个回旋加速器里头 那通常呢 在这里头呢 我们需要在下面呢 加个这个磁场 它原型的半径里头 要加磁场 那通常呢 这个里头的磁铁 这个磁场的 占有的面积 不会太大 也不会太小 对不对 4乘上10的60方米 对不对 好 那回旋半径呢 回旋半径看你要用多大的 这个 希望得到多大的能量 我们等一下可以给你一个概念 其实这个回旋加速器 你们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做了 你知道吗 自己可以做 自己可以做 你看等一下看那个屏幕 你就知道了 好 我们这就是一个范例 来 我们今天呢 有一个回旋加速器 它操作的频率是12MHz 12MHz其实也不是很高 你们这个做 你们时间课 有用到讯号产生器吗 有没有 你们的讯号产生器 大概可以到几多少Hz 有没有概念 讯号产生器 大概MHz没有问题 当然你可以试着做小一点 也没关系 好 有一个12MHz的 讯号 的 的 的 Ocelate 就是所谓振荡器 那今天你的低核呢 的半径呢 是53公分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它的半径R 半径R 从 这边好了 拉过去 这个R 是多少呢 53公分 53公分 没有很大 像地上的地板 一条比较长的 那一个就已经超过了 对不对 所以你画一个低核 画一个低核 就是1米的 53乘 53两个 对不对 所以直径大概是 1米多一点点 对不对 所以这核子并没有很大 你看地板 大概 大概一条半 一条半 大概就是 就是这样子 1公尺 对不对 那这就是一个低核 你切成两块 对不对 两块 然后呢 现在频率呢 是12MHz 好 OK 那他现在 要问你 问你说 说请问一下 我要加多少的 这个磁场 加多少的 这个磁场 才能让 你的这个 Deterian Deterian 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刀核 什么叫刀核 它就是有一个 直子 加上一个中子 这叫刀嘛 对不对 如果两个中子 就是穿 好 让这个刀核呢 在这里头去加速 那刀的质量是 3.34乘量10的 -27 好 就是两倍 本来一个 直子或一个中子 是1.67乘量10的 -27 现在因为有两颗 一个中子 一个直子 所以是3 3.34乘量10的 -27乘量公斤 这第一个问题 就两倍的直子 的质量 第二个问题 最后这个刀核 它的 这个 对应到的 这个 能量是多少 好 那我们现在有的讯息 是什么 有的讯息是 这个低核的半径 是53公分 今天加速的这个频率呢 是12MHz 然后呢 质量是3.34公斤 好 那磁场要多大呢 怎么做 怎么做这件事情 好 首先 首先 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首先要想的是 刚刚刚有讲到一件事情 频率值跟磁场大小有关 对不对 所以显然 你要定义磁场多大 因为你已经要频率了 所以我们要从频率这个地方来着手 所以频率 所以QB除2πM 对不对 那2π常数 质量也是常数 Q也是常数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 要去加多少磁场 这磁场必须要跟你的共振频率匹配 所以你能够用功是F等于QB除2πM 好 所以带进去算 所以我们磁场B就等于2πM 然后共振频率除以Q 那现在共振频率是12MHz 磁场1.6常时的负19常库轮 基本电量是1.6常时的负19常库轮 质量3.3常时的负27万公斤 那其他都带进去了 刚刚都讲了 所以算起来我的磁场大概1.57个Tesla 才能给它适当的共振频率 好 这个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反过来说 你想想看 这个磁场这么大 你大概没有办法达到 假设你今天想要去 自己做回旋加速器 我们顺顺看你可以做得到的 我们去买一般的乳铁棚磁铁 乳铁棚磁铁 大概表面可以到达0.4个Tesla 就这边等于0.4 那我所要使用的震荡频率 应该是多少 因为两个震比 如果这是1.6 0.4 所以表示我频率要怎么样 大概1.4 所以12的1.4大概是多少 3MHz嘛 对不对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说假设你今天去买 一般的那种白色乳铁棚磁铁 来做这个实验 然后你的半径呢 大概1公尺 就53公分 那一个低核53嘛 对不对 两个低核也是 另外一个低核也是53 加起来是106 再留下一个gap 所以大概110公分好了 那你用这个我们市售的这个乳铁棚磁铁 那你的这个震荡器 就是那个讯到产生器 就需要有一个3MHz的讯到产生器 才能让什么 你的粒子在里头去旋转 去旋转 好这是第一个 好那第二个 那最后我的这个Duterium 我的刀 Duterium是刀 知道是刀 刀是什么吗 刀是这样 这叫刀 对不对 那两个中指的就是穿 知道吧 这是Duterium就是刀 就是刀 好那请问一下 最后我的刀 它的能量是多少呢 怎么算 怎么算 最后能量是多少 最后的能量由低核的大小决定 我们可以看 来算一下 B小题 我们的半径是多少 半径跟你的MV除以QB有关 对不对 好那半径呢 依照我刚刚讲的 它也跟你的P有关 P是什么 P是你的MV 就是P就是你的动量 对不对 动量 所以R等于P除以QB 所以动量相当于QBR 好那我们的动能呢 动能是2分之1MV平方 对不对 如果这边补一个M 所以变成2M分之P平方 对不对 你现在 这个D核 这个回旋加速最多可以输出这么多的动能的话 把它带到这里头去 就知道我的动能最多是2M分之QBR平方 所以呢 把上面的数值全部带进去 就知道说 这回旋加速可以给你2.7 乘以10的负12四方交2 好这样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那这样子呢 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去做个估算 你 你 你 有没有常听到 这个我们今天把例子加速到什么样的一个温度 有没有 有没有 对撞的时候 我们要模拟宇宙产生嘛 对不对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 高能加速器啊 我们让它对撞要模拟宇宙创生时的温度 有没有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 对不对 那这样的加速器相当于多少温度知道吗 我们能量 可以用KT来表示 K就是波茲曼常数 对不对 1.381乘以10的负23次方 交2K 交2K 所以呢 我们把它除以 1.381乘以10的负23 就知道这样的例子 相当于多少温度 所以你不要看科普数看不懂哦 这样的回旋加速器 好 这个大概是两倍对不对 是不是 10的负23 10的负12 所以除起来是说 10的 正11次方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加速例子 相当于多少能量 2乘上10的11次方K 这样的一个能量 这样多少度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一亿十亿百亿 对不对 那两个对状的话 就是 乘以2嘛 对不对 先不管相对认效应 大约 对不对 大概110度的能量嘛 这样了解吗 了解吗 这样会算吧 所以以后看那些科普数 就看得懂了 好 OK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第二题 他说今天有一个 这个回旋加速器 他用来加速 这个proton直指 从静止开始 那今天这回旋加速器呢 他的半径呢 就这一个到旁边 是60公分 比刚刚大一点点 那外加市场呢 是0.8个特斯拉 那这 两个低核之间的电压差呢 是75kV 好 他你问问题 他问了说 今天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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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震荡器呢 他的频率应该是多少 第二个 这个加速器 最后可以得到的 最大能量是多少 第三个 直指在得到最大速度的时候呢 他经过了多少转 就转了几圈的意思啦 好 那怎么来算这个问题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的共振频率在这里头 在这里头 我们把它带进去去算 电荷一支 电荷已支 磁场已支 这好像算错了 这应该 因为刚刚是12 现在磁场变低了 好 没关系 我们也可以估算一下 对不对 刚刚是1.6 对不对 现在是0.8岁 这应该是6MHz 这可能算错了 对吧 上一题 算出来磁场是 大概1.6 对不对 这一题磁场变0.8岁 这应该是他一半 对不对 这应该是6 这改一下 这应该是6 怎么这里没有改到呢 这应该是6 好 那第二个 它的最大的动能要怎么算 一样 跟刚刚算法一样 R等于MV除以QB 然后这个完全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的这个动能 2M是B平方 就等于2M是QB Rmax平方 那所以呢 这个R你会算嘛 对不对 QB已知M已知 所以全部带进去 大概相当于11个 大M1B 大M是什么 Mega Mega是什么 Mega是10的 6次方 电子福特 或者是1点 所以这个应该 这应该是不对的 刚刚前面也是这个嘛 对不对 大概应该是只有 应该要少多少呢 磁场 所以应该是差了4倍 对不对 应该差了4倍 磁场差了4倍嘛 对不对 应该这个除以4啦 这要除以4 好 最后一个 它转了多少转呢 因为 什么叫一转 一转就是绕一圈嘛 绕一圈会通过几次 两次 对不对 绕一圈会通过两次 所以呢 通过两次 每一次得到多少能量 一个QV嘛 对不对 Q乘上电位是能量嘛 对不对 所以每一次得到2QV 所以呢 所以2QV相当于150KV 所以上面这个值除上它 就是它转的数目 那现在这个数值也不对啦 所以要改一下 好 总之这个改一下 也就得到它的转速了 这样了解意思吗 透过这个方法 就可以得到什么呢 得到它的转数 转几圈 转几圈 还有最后它得到多少能量 好 有没有问题 会不会散 会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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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那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一个 圣那边的这个同步加速器 这个加速器 这加速器是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 这是他们官方的影片 怎么样把粒子加速到 好 趋近于光束 好 好 那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加速器呢 涵盖了 你看旁边这张图 好 涵盖了 这个瑞士 好 法国跟德国 好 然后呢 把气 它怎么做 它把氢气放到这里头去 好 注入照这里头去 然后呢 我去照紫外光 照紫外光之后 它电子就被拖出来 对不对 剩下直指 然后呢 你在这两边呢 如果你去把它加上一个电池 怎样 它就有个电压 对不对 它加速就把它 从这个里头飞出去 加速飞出去 那加速飞出去的时候呢 加速飞出去的时候呢 它越飞越快 对不对 你来加速它嘛 对不对 好 那就会把它怎么样 导入到一个什么 导入到一个 我们称之为储存环的东西 那做一个初步的加速 所以当我们的这一堆栗子 飞进来 你看它飞进来 它把它分成不同的 这个 不同速 然后呢 在这边 去让它去做回旋运动 那怎么让它做回旋运动呢 先 我们要加速它 就用交流 像类似刚刚 这种方式 交流方式去加它什么 加它的这个电场 对不对 它动量就会增加 那要让它弯曲呢 我们必须用磁场 对不对 用磁场就可以让它去做弯曲 所以做一个初步的加速 到比如说 在这个小环的时候 我先把它加速到多少呢 相当于99%的光速的时候 再让它飞出去 我们刚刚讲嘛 这个环绕绕绕绕绕 飞出去的时候 会飞到哪里去 到最大的半径的时候 它就飞出去 飞到下一个环去 那下面这个环呢 让它飞过去的时候呢 我们要去让它加速 因为你想想看 你要增加速度 你的半径是就越来越大 对不对 第二个环 第二个环 我们给它再加速到99.99 就是4个9 小数下两位的 这个两个9的这个光速 那加速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 那这个环呢 它半径又不够了 所以呢我们在 必须再往下一级的环 去出发 就是这个速度够快的时候 再把它 应该说速度够快的时候 它就会飞到怎么样 飞到 当然它的加速法跟它有点不一样 飞到另外一个更大的环过去 所以你可以看 它现在慢慢的转向 然后就从这边呢 再飞到一个什么 更大的一个环去 那这个储存环 这个储存环呢 它的光速 它的速度呢 刚刚讲过是99.99 那飞到更大的环呢 会想要加速到多少 99.9999 这样就6个9了 对不对 小数下4位的这个9 好就到这个加速环去 好那这加速环还不是最大的 因为这个欧洲的这个圣的 这个粒子加速中心 高能粒子中心 它的目标 它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 一个加速器的这个环 它可以把它加速到 光速的99.9999 6个9 总共是8个9 所以它这个环呢 就要跨过三个国境 三个国境 你没有用这种方法 你没办法把粒子 加到这么大 所以它在这个大纯环之后 就把它打到这流去 只说飞过去的时候 它把它分成两数 一数是正向的转 一数是逆向的转 那在这个逆向转跟正向转之间呢 它彼此之间有个交叉点 那交叉点我们就会设一个什么 实验站在那边 观察对撞的情况 观察对撞的情况 所以呢 你看它有好几个圆环 有很多的交错点 那这些交错点呢 正转跟逆转的这些加速粒子呢 就会在这边交叉嘛 对不对 那交叉的时候 就发生什么事情 就会发生痛撞的 对撞的这个事故嘛 对不对 那在这些交叉点的实验站呢 就去量那碰撞之后呢 产生的粒子碎片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所以呢 在这些地方呢 你所 他们都会宣称说 我把粒子加速到多少度 对不对 粒子加速到多少度C 多少K 相当于宇宙的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整个跨越国境的加速呢 就是这个样子 那碰撞的事件呢 它现在会进到这里的一个环 你看这个环 这个环 它已经到 已经非常非常接近光速了 然后粒子在里头加速之后 就会发生对撞 你看它的动画 它有这么多的实验站 为了避免干扰 所以它把它分得很开 距离本来也就很远 好 那这是其中的一个实验站 那这个 好 这边就发生碰撞了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的原子 大概基本上就由夸克组成的 这个子子啦 或者是中子 那上夸克下夸克去组成 那碰撞的时候 这是一个侦测器 看起来很像八卦 对不对 这个侦测器 那得到数据点呢 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看 然后研究这些宇宙 一开始的情况 或者是所谓这个 这个悬的这些情况 那这个就是它的 这一个真实的照片 这个地方呢就是侦测器 一堆侦测器 那我同学就在这边工作 然后在这边收资料 那这个就是它 之前给我的一个数据 就长得这样子 那你要分析一些例子 才知道它例子是什么东西 能量是多少 这就是这个粒子加速器 那我同学常跟我讲 这个粒子加速器 是史上最大的诈骗 对不对 当然是个开玩笑 因为这个东西盖了30年 盖了30年才能够得到 上次才讲到说 找到这个所谓的希格斯粒子 对不对 这个俗称叫上帝粒子 他们不太喜欢这样叫 它只是重粒子的其中一种 但是呢 你没有知道这些东西呢 你科学永远没有办法进步 好 OK 那这个是有关于加速器的部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讲的是 讲什么呢 讲今天磁场呢 磁力作用在什么呢 在一个带电的导线上面 所以磁力的用处很多 像刚刚 你可以用它来 做什么呢 你可以让电子 这个离子 带电粒子偏折 所以呢 你可以把它用 做一个磁频 把这些带电粒子限制住 你也可以用它来做 或像做半导体的一些 性质量测 那你可以用它来 偏折这个粒子的移动 然后透过电场加速 来产生高能粒子 那接下来讲的东西呢 是磁场呢 可以帮助你用来 怎么样 做发电的动作 那怎么样子 大家来发电呢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今天你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带电的导线 客人 carrying while 就是 carrying就是带嘛 对不对 对不对 打online game的时候 有没有人carry你 对不对 客人是电流 对不对 所以带电的while是导线 是线 所以磁场作用在带电 感觉会怎么样子 我们来看这个图 好 那这是一条导线 那我们有个磁场朝外 那今天呢 这个导线呢 没有电流的时候 它不会偏折 可是呢 如果一个电流 由下往上走的时候 电流由下往上走 磁场朝外 所以我的大拇指方向 就把这条导线怎么样 往右偏折 对不对 如果电流由上 往下走的话呢 走的方向是这样子 然后呢 磁场方向朝外 所以我大拇指朝这边 所以它就往这边偏折 所以一个带电的导线 会受磁场影响 那你们回家去看一下 假设你们那个线 有时候你们家里的线 绕圈圈的时候 对不对 有时候线很长 你绕圈圈收嘛 对不对 绕圈圈收 然后呢 就会跨过去 变成什么样子 变成这样子 好 家里线很长 我就这边绕圈圈收 然后呢 你可能就拉一个延长线过去 然后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你一开电的时候 一开电的时候 这个线就会跳动 甚至 或者说你们在 在做实验课的时候 有没有 那个电源供应器 有时候一开的时候 发现线竟然会跳动 为什么线会跳动 就是受到这个磁力的影响 家里的线也会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为什么会跳动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原因 首先第一个 这条线 假设我今天这条线 我流过去的电流 电荷数 可以怎么写 流过去电荷数 Q 相当于IT 对不对 I是单位时间流过去的电荷数 电流成样时间 就是流过去的电荷数 好 那我流过了多少 我花了多少时间电荷从那边流过去呢 假设这个长度叫L 那我的飘移速度叫VD 当然飘移速度很慢 这画得很长 所以我Q可以写成IL除以VD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 那这条上面的电荷 我受的力大小是多少 是不是F等于QVD F等于QVC 就是QVD BSIN PHY 对不对 就是我这样流过去 可是我有磁力 磁力作用在什么东西上 作用在电荷上 所以F等于QVB SIN PHY 那在这里头呢 Q这里头又可以写IL除以VD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IL除以VD 那这个东西呢 再跟后面的VD BSIN PHYSAR 乘在一起 你可以看到 有相同的东西 对不对 这有VD 这有VD 可以消掉 所以呢 我会变成什么呢 整个式子就变成 因为SIN PHYSAR有这个E 所以F就等于ILB 高中有没有记过这个公式 F等于ILB 有吗 有没有学过这个公式 有 只是当时不知道怎么来了嘛 对不对 现在我们从围观的角度 就可以解释这个问题了 所以F等于ILB 其实是这样子得到的 那当然严格来说 应该是写的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是SIN的某个角度 对不对 所以这个VB LBSIN 90度 其实是什么 是L CLOSE B 对吧 两个相乘 L CLOSE B 是L B SIN C他嘛 对不对 就是SIN这个东西嘛 所以我们可以 SOL的力 F可以写成 IL CLOSE B 那请你们记得 是向量的形式 用外机的形式记 不然以后 要是有角度的话 你就不会算了 好 这个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从围观角度 就可以告诉你说 为什么导线会受力 当然因为电子在导线里头 它跑不出去嘛 所以电子受力 就相当于什么 导线受力啊 好 那假设今天呢 我的这个导线 是一个弯曲的 Cooked Wild 不是像这样直线 是一个弯曲的线 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刚刚的公式是什么 刚刚的公式 F就等于 I L CLOSE B 那L如果是直线的话 当然没有问题啊 那如果L是一个曲线 是这样子呢 这样弯曲的 怎么办 那我们就只能 是不是一段一段的算 对不对 所以我每一 只能算每一段的DF 就等于I DL CLOSE B 对吧 每一段每一段算嘛 那所以最后F 要等于什么 F要去对DF积分嘛 对不对 所以是去Gi什么呢 DL CLOSE B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积分就很重要啦 对不对 就要去把它积起来 所以DF B 等于什么呢 I DL CLOSE B 那我们把它积起来 就是我们要的这个值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个范例啦 看一个范例 DF B 嗯 怎么漏 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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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这里漏掉了一个东西 好没关系我这边写 好那假设今天 假设今天我们的这一个 线是一个弯曲的线的话 线是一个弯曲的线 弯曲的线 弯曲的线 假设我这距离是R的话 那在这边我所受到的磁力 电流如果是比如说这样子流下来 这样流过去这样流上去的话 那我应该在这个地方会受到多少的力呢 多少的力 因为每一段都是什么呢 I DL Clos B 对不对 那假设今天这个角度叫phi角好了 这个距离叫做这个R 那你想想看 每一点都给它一个固定的这个力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来计算这边这个力 好那某一段给它多少磁场 这个呢我们在29号码会上到 那我只是补充一下 所以我们要算这个东西的时候怎么算 我们去积什么呢 去积一个I DL呢相当于什么 假设这个叫做R 那这个弧形长大概是多少 是不是define 对不对 这个弧长可以显成S等于Rdefine 等一下就会用到了 S等于Rdefine 对不对 所以I的L相当于什么 I Rdefine Clos B 这样子 DF 好 所以呢我们要去总共的F呢 就要去对它去做积分 I Rdefine Clos B 然后呢去把它积分 对不对 角度呢由0 假设这个0积到phi 这样子 那如果它是个圆的话呢 其实你就不用积分了 你为什么不用积分呢 因为 为什么 圆一圈叫2π 对不对 你这样子呢 占了phi这样的一个比例嘛 对不对 所以你其实不用积分嘛 所以其实是I R 2π分之5 然后B 那因为这都90度 所以SinC来就Sin90度 所以你F就等于这个样子 好 那至于B是什么呢 我们29章上BO沙发定律的时候 就会告诉你了 好 这个有没有问题 什么问题 没有 这是补充说明 好 那我们再来看 那如果今天有一个 带电的回路 带电回路 在磁场中的话 它所受到的talk 就是力举会是多少 那我们来看看这张图 这张图 这张图是什么呢 这张图 上面这张图 是下面这张图的 这个测试图 从侧边看 这边有个磁场 N级到S级 磁场是这样穿过去的 所以是从这边到这边去 那我从侧边看呢 看起来 假设这个 这个是一个 这个 一个回路 那这是转轴 这是转轴 那转轴就是黑色中间这个点 那灰色呢就是斜斜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从侧边看 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平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在一直在旋转 那这个转轴的 这一个 回路的这个面的方向呢 就是N 这个法向量 这个法向量 那这个法向量呢 假设跟磁场夹的一个角度 叫CTA角 那我们来看看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这个东西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那首先你可以想象的一个 一个情况是怎么样 这个回路有四个面 那因为我们受力 F可以写成 I L Close B 那你一条 这里头有四个边 每个边的方向 比如这个L方向 我们叫做这样子 这个L方向就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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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方向跟这个方向 这两个方向 它的L 都跟磁场方向一致 所以这两个 它不受力 那这两条呢 这两条 因为我的回路方向 跟磁场方向是垂直的 我们现在讲的是 先把它摆平 所以这一条跟这一条 它有受力 受多大力 ILB 对不对 ILB 好 那这样的一个回路呢 它受到磁场的总力是多少呢 总力举是多少呢 在这我们可以写 TAU TAU是力举 可以写 这个 NIAB Sine Theta 这个其实我比较喜欢 记什么 INBA 对不对 INBA 对不对 INBA Sine Theta 好 那A呢 是指这个回路的面积 B是磁场的大小 I是回路上的电流 N是什么呢 这个回路啊 我可以不只绕一圈 我可以绕很多圈 对不对 我参很多圈 这是扎数 扎数 扎数 一扎就是绕一圈的意思 对不对 这样叫一扎嘛 对不对 所以一二三四五 比如像这个是五扎 倍是这样的意思 这样了解吗 绕一圈就是一个扎 好 所以我的TAU可以写成 INBA Sine Theta Sine Theta 好 那怎么得到这个四值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怎么得到这个四值 首先我们一样把它画成正式图 就是把这个东西再把它怎样 转90度这边来看 当你把它转90度来看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 这其实这是应该反过来 因为这是叉叉嘛 叉叉表示什么 磁场进去 对不对 所以应该是从这边看过去 好 那我在这里头呢 这一根就是中间这个转轴 就是这一根短轴 然后呢 这一个上下的宽度是小B 左右的宽度是小A 好吧 时间不够了 那这个我下次再说 好 那今天先上到这边 下课